有人认为说唱音乐不够礼貌,不够有素质,有教养 这新出现的外来文化和当年的电子游戏一样 横空出世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甚至让一部分资深爱好者把Hepop变成了他的生活态度 你不得不承认,除了说唱音乐,外面的科技,艺术,文化 一切都在不断地改变 甚至从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一切,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文化因为交流,从而繁荣昌盛 目前国内的说唱也才刚起步没多久 只有吸收外来的精华,去其糟粕,我想不会有多久 国内也会出现像崔剑,斗维,他们一样的艺术家 用新来的艺术形式做出适合我们大众想听的中国说唱 这里是爱说唱的迪伦,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师作品原读第三期 具体来说,我们这次要听的作品是两个歌手的作品 也是两个近代音乐界最伟大的人,JZ和Kanye West 为什么这一期要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讲 这也是我查询了非常多的资料,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俩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羁绊 坎爷的职业生涯是从一个炙手可热的年轻制作人开始的 他帮助过JZ制作过一些大热单曲 而且也正是JZ发掘了坎爷这位年轻人 包括雷哈娜也是JZ发掘的歌手之一 之后JZ和坎爷陆续合作了很多次 每一次的歌曲质量都非常的高 对了,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 天后Beyonce也是JZ的老婆 OK,到底他们的歌曲实力怎么样呢? 为什么他们能代表国外的黑怕大师呢?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我把弹幕放在这吧 Let's go,开始听歌 他这段警告说警告这首歌MV会导致癫痫发作 你说他有多可 他自己就觉得这首歌非常自信很好听 不过这首歌他就很适合跟着去播 MV它是现场做的一个剪辑对称 我太喜欢听坎爷的声音了 接着一听就是那种老技术的 他早期就是做那种技术的 他这个舞蹈就是说二连营 但是用的特别合适 这编曲更为一齐 其实我们国内也适合做一点这种 比较谣的歌 你看他节奏的这种综的歌劲 安排的特别轻松了 看他节奏的这种综的歌劲 我特别喜欢坎爷这种声音 他的嗓音也不算是那种特别好听的那种 但是他就用的很好听 特别容易让人跟着摇起来 这种节奏的设计 他在唱的轻松跳起 他在唱的轻松跳起 坎爷是个异斯甲 这一段开始有爷位了兄弟们 爷位开始冲起来了 坎爷至今还没做过一首拉的歌 伴奏武器换成另外一个伴奏 这首歌现场听估计也会更害 ok怎么样 听完这首歌一到五分 你会给他打多少分呢 JZ的rap非常的熟练 这首歌也能听得出来 这是他早期大量的技巧性的歌曲制作的经验积累下来的 也导致让他做这种比较摇的歌显得非常的熟练 特别会拿捏里面每一个flow 可以说这首歌从头摇到尾了 最后和坎爷的艺术意识流flow搭配在一起 非常的互补 只是JZ后期写的歌词有一点太自我 我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很难以他的歌词内容共鸣 但这首歌的音乐性绝对是有高度的 JZ的rap风格非常难去定义 从大的走向来看 他中间也有过大的变革 也就是从街头技术流转到了商业流 JZ的说唱生涯做过非常多的歌曲 你打开网易云去搜索他 你会发现他的歌曲有1651首 就按照一首歌三分钟来算 总共也有4953分钟 这还没有算他写歌录歌的时间 就从这个数据来看 JZ早就已经超过了1万小时定律 你们喜欢的rapper他又写了多少首歌呢 当然这也不一定完全是看量 除了刻苦敬业还包括了天赋 也因为JZ他拥有着非常长的职业生涯 JZ的职业生涯长达16年 这么长的职业生涯 JZ还能保持着这么强的状态 16年很多的音乐形式都已经改变了模样 包括说唱和16年前相比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JZ他却越来越强 也证明JZ他非常聪明 音乐行业不管在哪个国家 在什么样的环境 职业音乐人都绝对不是铁饭碗 JZ最强的一点就是他总能够顺应着大众的口味 做出很多商业性的说唱 在我们身边如果突然有一个人 突然的写出了一首爆款口水歌 突然的在网络上爆火了起来 一定会有人骂他 会有很多的负面评价 但如果这哥们他总能写网络大热歌 总能够整出一些网络爆款歌曲 那这个人一定是有实力的 他只是为了写歌讨好大多数的口味去挣钱 这也是很多人瑞斯拜JZ的一点 即使有再多的负面评价 但是JZ依然是全世界最畅销最受欢迎的说唱歌手之一 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把说唱生意做到10亿美元的 你认为下一个能做到10亿美元的会是谁呢 在JZ的歌中我能够看到一种可敬的精神气质 就是他自己也能感受到他是说唱界的大佬 JZ和坎耶的关系非常的微妙 但是他们的音乐风格却完全的相反 JZ特别注意自己歌曲的步骤和自己的艺术语言 而坎耶的歌曲却充满了各种试验性 做的非常的随意但又很艺术的 而且坎耶总能把艺术与商业结合 你的身边一定有人知道有种品牌叫做椰子 但他不一定知道谁是坎耶 坎耶可以说是天生艺术家心思非常的细腻 他经历过一次失败的爱情 居然就可以写出足足两张专辑的男人 而且每首歌都是非常的高级非常的艺术 我最喜欢的Rapper里面也包含了坎耶 因为这哥们到现在没有做过一首有人说他拉了的歌曲 如果这期点赞能够超过500 那我就再单独做一期坎耶的作品研读 我们来听一首真正有爷味的歌曲 领略一下真正的实验色彩的艺术音乐 JZ和坎耶都是必将载入音乐史册的人 说唱能够达到现在这个艺术高度 我也非常的感谢坎耶 OK今天的大师作品研读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给我点赞三连加关注 这里是爱说唱的迪伦 给大家带来有内容有分析性有思考的歌曲测评 我们明天再见